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股市战国车 我是吴雷光 今天的大盘呢 抽盘跌了191点 但是各位还记得吗 在前两天的时候 我就跟各位报告了 如果相信我的话 先顶利 先得利就对了 我们看这个地方 各位现在看到这个条是季线 这条是季线 各位 我相信你看我的节目 在最近这一个多月来 我也跟大家说 如果现在你要看美股的话 你要看的最重要的是谁 是费城半导体 因为费城半导体目前现阶段 跟我们台股是最接近的 是最接近的 所以说如果说你已经知道了 费城半导体的动作 然后呢 再来去看我们台股的动作的话 我相信你的部署会做得很好 非常的好 我们看这个地方 各位 这条是季线 昨天的加全 有碰到了季线 就被做拉回的动作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回到这个地方看 我们看这里 各位现在看到这个是费城半导体 这个也是季线 但是费城半导体 目前的位阶是在这里 是在这里 所以说或许你会想说 那个道琼已经突破季线 上去很高了 纳斯达克突破季线 上去很高了 没错 但是我说过 现在费城半导体 才是真正的主角 其他的我们当然都可以 把分数加进去做衡量动作 但是还是要看主角在哪里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也跟大家报告 报告什么呢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也跟大家报告 可以的话呢 先做一个停力的动作 那为什么我会在黑K的地方 黑K的地方 跟大家讲这句话呢 因为我认为 黑K的时候 心理会比较 接受度会比较高一点 如果是红K 如果是红K 心理都会比较high一点 可能就 就不会有想要做一个 停力的动作 想说啊 能够赚得越多越好 就这样子去衡量了 好 所以呢 在这边来讲的话 有拉了两天的红K 但是各位 这两天来讲的话 都是有每股 每股公高一些数字 所拉抬的一个动作 这也是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要掌握机会 这个时候 你卖掉的金额 也会比较漂亮一点 好 各位 这个时候呢 这个地方16号 这个地方是19号 各位 19号的时候 当天我卖的股票 我在节目上 直接跟各位报告 机器人的 对不对 尤其是2359 2359 各位 2359这档个股 在19号的时候 最高是181.5 简单的说 从8月6号 它一路 一路从底部上来 到了8月19号 这个地方是涨的最高 那回到前开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7月4号 这个地方的高点 是187.5 187.5 所以它的前高 是187.5 7月4号 那我相信呢 在8月19号的时候 看到这个181.5呢 心里就会在想说 我一定要给它 做一个续报的动作 看它会不会突破187.5 因为我希望能够 越赚越多越好 这是你的想法 这是投资人的想法 那想法归想法 但这实际的现实面 会不会这样子 目前来讲 不会 对不对 目前来讲不会 那我卖的对不对 各位 我们先看这个地方 这个是8月19号 8月19号 到当天 在9点11分的时候 我先跟我的会员说 请挂涨停板 获利出厂 5443均好 请挂涨停板 所以那个时候 有没有涨停板 没有 那个时候大概是119 119.5 还没有到120亿 涨停板的价位 所以说 当我这个讯息 发出去的时候 我也相信 会员看到之后 两个疑问点 第一个 是高兴的 可以卖到涨停板 第二个呢 雷光老师怎么知道 待会会涨停板呢 如果没有的话 那现在119.5 也是很不错的 一个 一个获利出厂的 一个数字 对不对 但是呢 我还是跟大家讲 请挂涨停板 获利出厂 5443均好 这个是9点11分 那到了9点17分呢 5443均好 果真涨停板 就真的涨停板了 所以说它涨停板的时候 各位 我有没有很高兴 高兴一下下而已 我们看这里 各位现在看到 这个是8月19号 涨停板 从头锁到尾 从9点17分 一路锁到1点半 那这个时候 涨停出厂 已经做出厂的一个动作了 所以呢 我看的是什么 我一直跟各位报告 我看的是操盘手的动作 他们的动机目的 所以呢 我写那段话的时候 我也不会有其他的 太大的疑问 因为我认为 它就是会涨停板 那会不会锁住 无所谓 只要它涨停板 然后在涨停板的那些的量 筹码被吃掉了 那我相信我的会员呢 就是涨停板出厂了 那一路锁 那这个就不用怀疑啊 卖的股价就是涨停板了 好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所罗门 所罗门 好 这个是9点23分 请挂179.5 获利出厂2359的所罗门 各位 这个是所罗门 这个是8月19号 8月19号 最高就是181.5 那今天呢 今天的所罗门呢 各位 我们看一下这里 今天的所罗门成交是160 最低也是160 所以今天所罗门收盘是最低的 是最低的 那回到这个地方来看 8月19号最高181.5 181.5 181.5 各位 我的限价出厂是179.5 181.5到 跟179.5差2块钱 我可以在2块钱这个里面 判断出来 它会被拉回 我现在讲你相信吗 我们看这里 从181.5 一路拉到166.5 各位 这里拉回了多少钱 拉回了有15块钱 有15块钱 大概也被拉回了将近有8%左右 那我也相信我的会员看了 就一定很高兴 因为最好的是什么 我买进去就涨停板 我卖掉它就跌停板 这个时候我相信投资人的一个 那个心情一定是最high的 一定是最high的 所以说 它当它被拉回的时候 被拉回的时候 各位 我相信 你如果真的不小心在那一天 买进去的 我都不晓得今天你会怎么想 好 结果那天收盘是169 169 隔天呢 隔天最低166 8月19号最低是166.5 所以以隔天 这一根K线来讲的话 还不到8月19号 这根K线的一半 我现在想 了解吗 所以如果站在昨天的角度来讲 你认为它是强还是弱 那你弱过 我说雷光老师不一定啊 你如果回答我不一定 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说 所以假之说 你已经判断出来说 这个地方已经是弱了 已经是弱了 我再怎么插 我再怎么插 我在最后1.25分 最后一盘 我用市价把它卖掉 那当然今天是821嘛 想说今天是一个机器人大展啊 或许它就涨上去了啊 期望只是没有错啦 我也不一定是对的啊 搞不好真的 在这个参展期间 就如何如何嘛 但是各位 当下的状况难道都不考量吗 一切都放到未来吗 这样子操作应该不太OK吧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种状况之下 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可以在8月19号 8月19号 次高点把它卖掉 到今天来讲的话各位 160 我大概至少 20块钱 179.5 19块半 我没有任何牺牲到 对不对 我没有任何牺牲到 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 我卖的对不对 对 19块半各位 一根涨停板再多喔 那你想想看 何必把它赔掉呢 没有任何价值嘛 所以说 在一个参展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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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就要回到 7月9号了 为什么呢 1月7月9号 我在介绍 我在介绍这个 机器人展 跟那个工具机展的时候 我就在节目上 跟各位讲 这个展览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买点跟卖点在哪里 你要知道它是在展前还是展后 那很多投资人都会想说 上一次 上一次 回答黄文勋离台的时候 然后 顺口丢了一句话 说 机器人展再见 意思好像说 机器人展他会回来 其实那个时候 那我心里就在想 你来一次 要让我们台股 台湾的 多少重要的老板陪着你 各位 这都是钱 这个都是时间 对不对 那如果说 上次那个来 是为了AI领域来 这个还情有可原 那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话题 非常大的一个话题 因为这个话题 涵盖了整个AI领域 整个AI领域 那相信我们台股很大的企业 包括 包括那个 台积电 广达 一些的大佬都会出来 做陪伴的动作 甚至于 还去 还去路边摊吃东西 但是各位 这次的展 跟那个AI 是AI领域 我相信就差很多了 所以我也不寄望 他会不会来 但是呢 我在8月19号看到 看到什么呢 看到就是 就是 有人就是 就是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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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则的话 那我不会在8月19号 把所罗门卖掉 把5443卖掉 对不对 8月19号 那这两天有没有涨 有 涨多少钱 我们看一下最高好了 最高是127.5 127.5 那如果说 雷光老师 你会不会卖太早了 各位 不会 因为我买得很漂亮 我什么时候跟大家讲的 我们看这里 各位 8月5号 8月5号 我告诉大家 请市价获利回补 5443均豪 请问 我把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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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空的股票 做了一个回补动作的时候 你认为 我会判断 他会继续跌 还是 他有可能反弹的机会 当然是有反弹的机会啊 8月5号在这里 这是跌停板 这个是8月5号的K线 隔天呢 再跌 再跌 没关系 超前思考 超前部署 进场啊 就进场啊 然后呢 8月9号 各位 8月9号 机器人加码点 我本来是8月8号 父亲节那天 要在节目上跟各位讲的 但是我说 那个因为碍于时间的关系 我就说好 明天我再跟各位做个说明 所以8月9号 我就很快的跟各位讲 然后你们也流赖上来 也流赖上来 也流赖上来 这个是8月9号 8月9号的军号 它的K线在这里哦 我放大一点 它的K线在这里哦 那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 你看到了这个K线的时候 你会怎么想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8月10号 8月12号 这个是礼拜一了 8月9号是星期五 礼拜一 那礼拜一的K线的高度 跟8月9号的K线高度 是一样的哦 是一样的 所以你在8月9号买 或者是在8月12号买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但是8月9号你买不到 因为你看我的节目 已经瘦盘了 这奖可以接受吗 所以说 已经是一样的 但是你又看到两个黑K 就想说 李光老师说 这个是加码点 但是是两根黑K 万一跌下来怎么办 万一跌下来怎么办 各位如果说 你的技术分析 是这样子学习的 可能还要再重修一下 好 那再往前看 再往前看 有三根黑K 都留上影线 所以呢 如果你养成了 我再看看 我再看看 各位 8月13号 8月13号 从9至35最低 到最高102.5 102.5 这个地方差了多少钱 这个地方差了9块钱 差了9块钱 等于那一天的盘中 的那个 几乎是一根涨停板 那你敢追吗 你一定不敢 心里可能还在想说 我再等它拉回来 再等它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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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8月9号 95块以下的时候 我再来买 因为各位 流赖上来 我们在电话互动的时候 我就是跟各位讲 95块以下 就可以了 最好就是95块左右 不用去再乎那 1块钱2块钱 如果它只会涨1块2块的话 我根本就不会跟你说 家妈店在哪里 可以吗 涨到多少 不要说多了 涨到8月19号 121的 121的涨停板价位 二十几块钱的利润 二十几块钱的利润 你说我对你不好吗 如果你们没有听我的 你们真的是对不起我 所以各位 8月6号开始起涨 8月9号 我告诉各位 机器人加码点 市场上 有哪一个 那么好心的老师 那么佛心的老师 我会跟你讲 只会跟你讲 加入会员而已 我们请你加入会员 没有喔 对不对 我就直接跟你讲 你说 2359价格比较高 我说没有关系 我要跟各位讲的 就5443 因为它是我刚刚 做了一个 获利回补的动作 所以这个地方的强势度 它依然还在 再加上8月6号 它的那个筹码 它根本就没有 做一个出场的动作 它还继续在做吃货的动作 那如果说你要问我说 那为什么会有黑K 我就很难解释 真的就很难解释 各位 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我说过 如果趋势多头 你要耐住性质掌握波段 你要耐住性质掌握波段 每个人都希望立竿见义 我今天买进去 它就如何如何 各位 各位 这个市场不是你的 这个股票的操板手 你也不是他 所以呢 你还是要入进水鼠 那今天我们的台股 跌了191点 盘中跌到 跌到230点左右 各位 到底有什么产业 会受到伤害 广告回来 告诉各位 我们进广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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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掌握趋势题材 产业股票 低买高卖操作 赢得年度最大波段利润 您要敢骗马 现在立刻加入 赢家专线 02-2752-5868 2752-5868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成通投赋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成通投赋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今天在盘 今天在开盘的时候 很闷 闷什么呢 一开盘 我看到我想要动作的股票 都是黑色的 所以就没有办法 那好不容易呢 从一开始的 一开始我们台股跌到180点 180点左右 然后就拉拉拉 拉到大概70几点左右 拉到70几点左右 我心里就在想 这个是难道送我的吗 好 那我当然我就不客气 我就抓住这个机会 我就抓住这个机会 然后呢 针对三个产业 第一个产业 ASIC 第二个产业 散热 第三个产业 AIPC 我做了另外一个方向 的执行动作 那当然呢 在这个地方 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呢 都会想说 现在很多的节目都说 现在我们的台股如何如何 各位 没错 不管如何 不管如何 我看的是 我现在可不可以赚到 这个方向的钱 了解吗 而不是去衡量 衡量现在的趋势多空 那现在的趋势多空 我去执行的时候 我衡量的是 我现在做这个动作 我可不可以赚到 现在的趋势的一个利润 这个才是我要去衡量的 否则的话 你想太多 你什么都不敢做 那我们先看这档个股好了 如果说以散热来讲的话 各位 3017起红 3017起红 很厉害 从8月5号 从8月6号的低点 484元 那一路涨 一路涨 一路涨到这个地方 高点634 各位 这个地方非常的强 非常的强 那当然其他的散热 也是一样 其他的散热也是一样 那另外呢 像3661 四星KY 也是一样 从这个地方的一个低点 也拉到这个地方 一个高点 到昨天的高点是2575 昨天高点是2575 很多 那这些的产业 我相信跟 我相信跟 灰达一定有 一定有密切的关系 那既然是有密切的关系 那 反过来讲 可能 我就要去看 灰达 对不对 那灰达目前的 一个 个股的一个 态度来讲的话 我个人现在来讲说 它被拉回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那既然 我认为它被拉回的几率比较高 那现在也有很多的一些 市场的讯息消息 不管如何 我说过 我看的是超板手的动作 因为他们的动作 才是现在的现实动作 那我跟着现实走 我不跟 我不跟 基本面走 那我跟着现实走 期间我就赚现实的钱 所以在这个地方各位 如果你认为 我现在讲的是对的 而你正好手上有 刚刚我讲的 ASIC 散热 以及 AIPC 的这些产业 今天呢 我帮你做一个 加来留言 免费持股诊断 免费持股诊断 各位 我只针对这三个产业 做持股诊断 其他的 就不要了 什么你有 钢铁啦 你有航运啊 你有金融啊 那些就不用找我了 因为我只想对这三个产业 做持股诊断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感谢观看 野物 说磨员 并自负投资 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